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有准备工作都已完成 等待着人们的消费 不过很遗憾 猪蓝打水一场空 这是为何呢 对于游客来说 出来旅游都是精装上阵 不喜欢带一大堆东西回去 所以他们即使来这里游玩也不会消费太多 虽然来长阀山旅游的游客很多 但是流动性太大 很多人只是来逛一逛商场就走了 商场自然也就赚不了很多钱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商场周边的常住人口还不到十万 消费能力有限 因此久而久之 这座万达连本钱都赚不回来 中不到钱谁愿意耗在那 所以连商家都纷纷逃离 很多商铺都贴着旺铺出售的告示 现在已经沦为了空城 里面的所有项目也都即将被拆除 很可能即将面临着倒闭的危机 小伙伴们 对此你们有什么想说的吗 好了 本期能看明媒见局了这里结束了 喜欢我们的小伙伴 别忘了点击关注分享转发哦